当然过了40岁后 血管开始老化变硬 如果血管堵塞会增加血栓的几率 所以要多注意保养才行 苏卡说早点养血管胜过老来治 如果40岁后能够坚持做好散见试 或许有助血管健康 1.多喝水 每天喝足够的水可以帮助吸食血液 促进血液循环有利于身体的排毒 对养护血管有很大的帮助 2.多运动 40岁后为了自己的健康不要再懒了 多做适合自己的运动 可以加快心全代谢促进血液循环 也能够帮助预防血管堵塞 3.多吃疏童血管的食物 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食物 比如洋葱、黑木耳、荷叶茶、苦桥茶等 平时多吃一些有助血管的健康